主播会客室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第一位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是我们新竹市的市议员张祖言张议员 议员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我们西北福伦社的社长 王美玲网社长社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今天很开心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即将在9月29号 这一天要登场的第二十届的健康麻将大赛 那为什么会邀请到议员来呢 当然是有原因的 议员呢是当初第一届的发起人 接下来就请议员先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您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办这个活动 其实那一年刚好我是当社长 我是西北福伦社社长 那一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社会是逐渐要步入高龄化 所以长辈越来越多 因此我就想到说我们应该能来为能来为长辈做一些事情 而长辈我们希望他能够健康老化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来办一个社会服务的活动 让我们的长辈来参与这个活动呢既可以动动脑又可以动动身体 然后呢好朋友一起在做一些游戏 那会让他们身心非常的快活 跟舒缓他们的身心压力 所以我就想到 那麻将其实一直以来 医生跟一般民众也都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脑力活动 所以我想不如我们就来办个麻将大赛吧 但是麻将大赛要怎么样办得健康 因为我们往往听到有一些人麻将一直打 打到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等等的 打出病来 其实我们觉得动脑力的同时 希望能够健康的做这种麻将游戏 于是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麻将比赛 那这个麻将比赛其实有一些特色的 我们只打四圈 这代表什么 两个小时之内一定结束 不要久坐 然后呢 我们在打麻将之前 带动大家做做肢体的运动 活络活络 活络活络身体 活络活络筋骨 接着呢 我们又想到 那来 我第一届其实办个健康讲座 老年人的健康讲座 后来呢 有把健康讲座 做了很多的议诊 那我们的第一届同时也有一个 园幼会的性质 但是那里面有带一些议诊的在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蛮丰富的 一个身心灵的头脑活动的场合 第一届就办了这么热热闹闹 那后面的人压力很大 后来越办越热闹 越办越热闹 这规模就一年比一年大对不对 对 我第一年只有25桌 那去年应该是已经不可思议的数量了 前几年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疫情之前我们是真正的办的那一届 有快要80桌70多桌 翻了好几倍 翻了好几倍 你陆陆续续增加的 那办了这么多年民众有给议员什么样的回馈吗 是不是时间到达 什么时候要办这样 真是的就是这样 差不多到了七八月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接到电话 那这些电话呢 就会询问我们 什么时候今年什么时候 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他们过去的名单 然后我们也会主动的打电话 几乎他们都要回头来参加 而且还呼朋引伴 所以就越做越多人来参与了 那有没有民众给你什么样的回馈 或者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其实他们都是告诉我们说 子女都会常常来陪伴老人家 所以也增加了一个亲子的机会 父母子女相处的机会 子女带着长辈来都告诉我们说 你们办这个活动真的太好了 我妈妈或是我爸爸 每年就盼望着这个时间来 这个时间来会看到她的老朋友 因为年纪大了 不常去跟老朋友串门子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跟老朋友见面的机会 可以一起打牌 然后呢我们还有给很多奖品 参赛也都有参赛奖 然后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第四名第五名都有奖品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开心 来又可以跟老朋友见面 又可以动动脑 又可以活动肢体 还有一诊 如果身体哪边有些问题 你都可以请教医生 还有按摩 很丰富的活动 那医员刚刚您在讲的时候 我在荧光幕上面有看到 我们过去的一些照片 然后有看到好像是 长辈们排排坐 还是长辈们排排站 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镜头 我们第一届的时候就发现 自己也吓一大跳 有一百岁的黄伯伯来参加 那陆陆续续我们就发现 老人家越来越多 那么又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办了十来二十届了嘛 所以当初七十岁的老人家到后来都九十岁了 六十几岁的都八十几岁了 所以我们后来那几届 老人家人数真的是蛮多的 他们都继续来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张图片 老人家排排坐有二十二位老人家 我们这一届有二十二位老人家 是十七届 就是我们疫情前的两届 那时候就是老人家越来越多 因为他从 算是从初老打到真的年龄很老 陪伴他们已经长大 陪伴他们二十年 陪伴他们长大 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我们以前是请 我们每一桌有个裁判 因为每一桌有个裁判 所以其实从来没有产生过纷争 你什么你弄错了或怎么样 没有 因为每个裁判只看一桌 那这个裁判 以前是四十岁五十岁 他现在可以有资格参赛 变资深裁判 No 他转去参赛 就变成参赛者 对 他变成参赛者 很有意思 那我们福伦社其实也有宝券 对不对 那宝券也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 有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福伦社很 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传统 就是说我们办活动 我们宝券都一起来帮忙 那福伦社其实我们一直都说 我们是就是一个福伦家庭 我们大家是一家人 所以当我们办活动的时候 大家就是一家人的心情 全部都来参加 我们几乎每一次 几乎我们社有全员参与 眷属 宝券 全员参与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什么事 我们福伦社有辅导了三个福少团 还有一个福青团 那他们就会在这种大活动里面 当志工 很有意义 对 所以我们这张照片里面 有很多年轻志工 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 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服务的工作 老幼共学 老幼共好 那还有没有什么让议员印象比较深刻 因为毕竟办了20年 我觉得给老人家办这样的活动 到了我们第十七十八届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很让我惊讶 我们的第一桌 我们把年龄最长的长辈 放在第一桌第二桌 我们的第一桌可以超过370岁 我们新竹市的老人家 很多非常健康 头脑也健康 所以这个画面上看到了这一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桌 大家聚精会神 对 对面那个伯伯是一百岁 几乎一百岁了 那这整桌都是九十多岁 你看他们超过370岁 搞不好超过380岁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我们能够服务年龄这么长的长大 很少这种机会 我们办什么活动 都很少九十几岁一百岁的长辈来参加 愿意走出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愿意出来 对 因为一般的活动 他的体力是支撑不住的 但是 劳力的打麻将的活动 他们做着 比较能够参与 然后也让子女有机会 带老人家出来 见见老朋友 玩玩喜欢的游戏 这样很棒很棒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第一届到现在呢 规模越办越大 那今年的活动内容怎么样规划 接下来就请社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今年在我们的整个的活动的筹办之下 我们的活动 除了65岁的长者 然后参与打麻将的这个过程以外 我们现场还有安排了盲人的按摩 然后还有书心操的一个时间 那也包含了就失利保健的咨询 还有宠物保健的咨询 然后还有逃逸的一个体验 那希望可以除了让老人家可以去做 打麻将这个娱乐以外 联谊以外 我们也希望可以让 带家属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 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见解这样子的事情 大家一起来 然后来到现场了都不会无聊 对 那议员您这边有帮我们准备一本书 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想分享这个 这个是一个挺有纪念意义的 至少对我跟我们社来说 这本我们当辅论社的社长 每年年度结束 我们就要产出这样一本的成果报告 我是2002到2003年的社长 那这本书里面在第13页 就有我们的这个历史记录 是的 麻将大赛的历史记录 我们第一届是说 演员奶奶动动脑 健康活力精神好 然后他就叫 第一届封城杯健康麻将大赛 我们很丰富 这个是很珍贵的历史画面 这里面还有一张照片 是我跟第一桌的 还有我们当年的总监 总监一定都会来参加 我们这个年度的大活动 是我们这个地区 很重要的大活动 大事大事 他跟我一起来 在这张图片里面 各位看到我那时候好年轻 二十多年了光阴四见日月如说 好 谢谢议员帮我们带来这么珍贵的回忆 好那这个最后的时间跟地点 我还是一样要请议员跟我们来呼吁一下 就是时间 因为我们一直有讲时间 但是地点好像还没跟大家讲到 好然后时间跟地点 那请议员再来邀请一下我们电视机前面的长辈们 好的 我们这次的地点 我们往年其实在我们新竹市的国中小学的这边的场地 但是因为疫情之后 这种场地不太容易接得到 所以这次稍微远一点点 我们在圆培 圆培 我们在圆培 在香山 圆培的那间教室 我们社长来描述一下 好来 社长请 我们这一次的地点 非常感谢圆培意识科技大学的国际副校长 黄晓令 他也是我们的前社长 那这一次呢 他提供了场地的一个租借给予我们 然后也在整个的周边的环境 不管在停车的设施 或者是长辈的一个动线上面 都做好一些很好的一些的规划 那我们这一次的话是在 圆培意识科技大学的光洗楼的三楼的大礼堂 这样子 好 那我们非常非常期待 也欢迎所有的市民伙伴朋友 您家如果有65岁以上的长辈 有在打麻将的话 请赶快来报名 如果您这个想要来按摩一下 或者预诊一下的话 无论年龄都欢迎 也很欢迎 好 那就提供给大家 我们第20届的健康麻将大赛 即将在9月29号要登场了 再次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播会客室呢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凯博大新竹新闻 我们下次见